栽花 割花的地上 那你问你是不是故意留个地方让它养花的 成才的那种都养 嗯 还要真好 这就是比较 比较啥 挺适合 挺适合啥 适合以后过日子 适合以后过日子 你也想法了 为啥适合以后过日子呀 怎么说呢 干净利索的人 刚一进屋看到屋里的环境 这刘大姐就直接表达 这孙大哥挺适合自己的 因为一看大哥就是个干净利索的人 但在孙大哥看来呀 俩人要是真想在一起 就必须要把自己的不足说出来 如果这些不足都能接受了 证明俩人的缘分就真的来了 所以随后孙大哥直接说出了自己的缺点 咋哭了 一期的 不是真的 我也有点 我也有点 我继续很 我继续都就是76了 你78又能咋样了 你身体不在着呢吗 身边行 你就80人又能咋样 到90岁是没问题的 我身边行 但是我一看 反正说到90岁是没问题的 我又谈到病了 谈尿病重吗 不重 谈尿病重 从咋这个有病 拔尿倒素呢 拔尿倒素 你在乎这个人 大哥说这个 我看他现在还没事 嗯 令孙大哥没想到的是 自己不自信的打呼噜啊 年龄问题啊 还有身体状况啊 在刘大姐这都不是问题 而后孙大哥又说出了自己 最不自信的一件事 我还是跟你说明 这房子啊 是有规定的 就算是呢 有啥区别的 原来吧 有房子的 嗯 卖了 卖了以后 钱也没了 房子也没了 我原来有房子了 原来三套房子 印一套 俩规定一一套 或者我的套呢 原来收规相 房子卖了 坐牌吧 谁进去了 你不能说印楼 印楼不好听对不对 那是你手太松了 那是你的事 就是说我都从来没打算过 他的房子问题 房子是姑娘的也好 是你的也好 我没想过 但是你咋的眼门前 你得让一过得去吧 心里有个平衡吧 孙大哥说 自己原本的房子 在跟第二任老伴结婚后 卖掉出生意了 所以啊 现在只能住在姑娘的房子里 对此 刘大姐表示啊 房子是谁的 自己不在乎 但要是真正在一起的 平时日子咋过 得有个说法 今后生活当中 你怎么支配 你怎么安排 早递也不应该 就让我就是说 说句不好听话 就像免费的保姆一样 我约这点钱 我约这点钱 这七个肯定不过 我都赖你不赖你拿钱 就是掏钱 对不对 生活费我是全管 对不对 因为我的孩子 你的钱对不对 你愿意啊 花就花 不愿意花 你还可以存下来 你哪怕一个月 你给我千八的 你三年九 咱这么说 哪怕给我九百块钱 我也不吵你 到时最后你就是让我走 我就 我也不吵你 对不对 你房子也跟我什么关系没有 对吧 你姑和保姆 你得多少钱 公吃公住 这个不用说 我自己也能拿 但是这个要是在一起生活 毕竟有些个 就像你要顾保姆 你还得 对吧 你还得花保姆费 咱也不要 不说像保姆那样 是咱也不想做那种职业 但是毕竟得对我有一个平衡 我考虑考虑 就说了 他一点不表态 他考虑考虑 那让他考虑就 刘大姐想 日后两人真生活在一起了 除了必要的吃穿 更希望孙大哥能额外给点经济保障 但对此孙大哥表示 还得再考虑考虑 看到孙大哥的态度 刘大姐有点不满意了 那孙大哥到底咋想的呢 我规定肯定要对接这个根本的鲜房 就是姑娘不能同意 就是 要给钱的事 早过日子 你老要钱的话就不错 一定是正常对不对 你卖房子 你卖房子 那个房子行 我走了给你住 房子又没有 你考虑也想查 但是现在对你来说 你想不想拿这个钱 对于这个大姐 这有点不想 那差得呢 人就是一半人吧 不是太好 就是这个人 你没咋想的 就是这个感觉没咋对 对对对 看得出来啊 刘大姐多少有点心理不平衡 她可能心思了 这孙大哥为了钱老伴 房子都能舍得卖 咋到自己这儿 一个月几百块钱 还得算计来算计去的呢 其实啊 这也正是孙大哥心里的坎啊 正因为前老伴 赔光了他的存款和房子 孙大哥才特别在意 未来老伴提不提钱 他也真是怕了呀 要这么说的话 其实俩人在意的并不是钱 而是彼此的那份安全感 那提到了安全感呢 红娘想到了 家住长春市的张丽华 张大姐 你好张大姐 红娘小菊 走 走 从那块转过车呢 我们这个大门都在里边 门都在里边楼 你今天早上来的啊 我昨天就来的 昨天就在这住的啊 等着急了吧 等我妈 等着急 我都都睡不着觉了 睡不着觉了都 张丽华70岁 丧偶退休金2500元 有双宝 住房面积50平米 真不会说 有时候是挺难受的 一天我都说不上十句话 我跟谁说去 想起联系 我不认识 孩子我不能打扰他 我啥也不能说 我身体还挺好 我要赶个冒杀的 不知道谁跟我打 随我找谁啊 这孩子 有时候看我不高兴 我没啥事 我都这样跟他们说 他们让他们担心我 我不是这样 抱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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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 他就可以 太丢人了 让人看 太丢人了 那确实太孤单了 是不是 我70多年 我没过过这样的日子 刚一见到红娘 张大姐就合盘 拖出了自己的孤独 张大姐说 70多年了 没过过这样孤单的日子 而这孤单的一切 都源于自己老伴的 突然离世 她就突发脑出血 突发脑出血 就在医院抢救 十几个小时就不行 她是脑干出血 要是其他小出血 没事 一句话都没留下 一句话都没有 时间也没有什么征兆 没有什么嘱咐 没有什么 我们感情特别好 从来不吵架 不吵啥 你对你得好 那对我好 什么事情 只要有什么事情 一商量就行 我想干什么行 上哪去玩 那前我 我们 我做工会工作的时候 市工会 省工会 我们走出去学习 游玩 学习 那就这一学习名 多会儿都到车站去接我 送我 她看着孩子 两个孩子 两个儿子 我上班远做饭干啥 懂得啥的 什么事情都 我 我没有吵过架 没有办过罪 所以这样特别突然 给人受不了 受不了 没留下一句话 疼自己爱自己的老伴 就离张大姐而去了 老伴离开后 老儿子就把张大姐 接到了身边 即便如此 张大姐的心情 还是很压抑 就在家 在儿子家也是 我不想跟他们说话 说不到一起 你人家说话 你还不能打场 不能接话 就是特别活得 特别小心 特小心 对 我觉得那不是我的家 这是我的家 但是又不成为家 我走这么小的 就要自己的家 我有房 我有工资 我就该有家 走这么小 一回这边 又受不了 又得上这边去 尽管儿子儿媳 都很孝顺 但是一个人独处的时候 张大姐还是会感到孤单 于是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思想纠结 张大姐终于想好了 要迈出找老伴这一步 张大姐说 既然选择再找 那得让对方 好好了解一下自己 70年参加工作才20吧 72年就开始做团的工作 72年 82年就做工会工作 一直做这些工作 后来就做财务工作 一直做行政工作 张大姐说自己年轻的时候 工作能力还是挺强的 不仅如此 自己的性格也还挺不错的 我特开朗 我什么都能想得开 谁我都能处得来 老的少的我都能处得来 多调皮我都能整顺着他 是吗 我还有天让还那啥不张扬 嗯 张大姐说 自己原本就是这样快乐的人 所以啊 她将找到合适的另一半 继续之前的开心快乐 就有演员的行为 我认为你瞅一眼还行 你这个时候就跟着又英尊潇洒 你不像年轻有那种心情 一看还行 说话唠嗑能说到一起 能唠到一起 你别说这个他说那个 你讲这他都不明白 那就不能同步就不行 是不是 思想同步行动同步 思想同步行动同步 其他全都不在乎 跟孙大哥说了张大姐的情况 孙大哥啊 很想见见咱张大姐 那这俩人会是彼此 对的那个人吗 来 请你 请进 请进 好 请进 孙雅斌大哥 啊 大哥好 张立华 啊 从达我老头去世以后 我自己在这儿都不放心 就给我接走了 我老头是18年走的 啊 刚走 完了就给我接走了 你哪个车员 五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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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你是 四五年 啊 那差五岁 在哪儿学校 我那是机械局下边 一个供销公司 嗯 机械局 原来在二清局 二清局一个企业 我是雇员 嗯 嗯 你文化局是那个 在哪儿的 我叫先生文化局 你现在文化局下所单位 啊 对 我最早 我最早下班是在春城剧场 啊 春城剧场 啊 折不在五商店 你跟起来吧 啊 对 他别人折嘛 满人都折嘛 折啊 啊 折的比较多鲜烙啊 嗯 那别人的就是身材啥呢 身材也行啊 双烙克也挺啊 戏眼 啊 起司你的眼 嗯嗯 那个 出不看还行 谁到其他方面怎么样啊 简单一番交谈后 俩人对彼此的第一印象 算是都过关了 俩人都表示啊 要继续再深入了解一下 那你老伴也是去世的啊 去世 哎呀 零四年了 零四年 要这么多年了 十六年了呗 嗯 就一直自己过啊 中间 中间过一个 中间没找啊 找了 啊 又又又又就这么离了 哎呀 没登记之前嘛 过不过的就好几年 好几年 非要登记 嗯 登记完了 又过了四五年分手了 又十年了 九年吧 为啥要分手了 过不到一块了 你孩子来了 过十年来 在一起吃饭呢 都不 嗯 都不行 嗯 过十年大学 热火多好啊 嗯 他家这 他家也规定 嗯 我家 同时几口再一起过着 热 热当多好 他不敢 留纳不了 留纳不了 家是哪儿的 家有三十年 啊 这是哪年分手呢 有四年了吧 嗯 我不知道有这一段 嗯 这一段 那他肯定 也有一些个经验 对以后他 他也得有些个戒备 或者啥的 一开始 听了孙大哥老伴去世后 中间还经历过一段婚姻 张大姐有些介意 不过听了分开的原因后啊 张大姐没了顾虑 张大姐你平时感觉到公主的时候有没有 能不能有孩子不在家了 你自己坐这 你看电视 哎呀挺乐 你要这有 哎呀你看那啥啥啥的 唠唠嗑 一天可以说 那孩子上学走了 两口子上班了 你自己在这 跟谁唠嗑去 下班回来我给做饭 做饭吃完饭 他上他屋 还上屋他屋 学去他来看电视 我在我那屋看电视看手 有时候连十句话都说不上 所向国小和爱说 你跟人说啥呀 你唠人家工作 你插不上嘴 你过往过往人家的工作 没有必要过往人家工作 人家都能处理人家的事情 大鬼 上我这桌上 我说我不去 上一家吧 我是逼的 没办法在孩子家 那真待不了 你起床他不起床 你睡觉他不睡觉 是啊 是啊 我就是说 是什么小子 跟孩子们的生活习惯不一样 也不想麻烦打扰孩子们的生活 是两个人的共同心生 聊到这儿啊 感觉这俩人 还算是合拍的 而就在这时 孙大哥直接提起了自己 没房子这事儿 不知道这张大姐 会不会介意呢 这房子 是我二姑娘的 我说你住到老婆去 我都没有了 我收回 你房子 你多少 我有我自己的房子 我不会说你给我留个房 我要个房 我不会提这要求 我这个人可以说 我从来 没把钱看得特别重 就是我们俩 上班的时候 那家一开始 咱都三十多块钱 工资往抽价一个 开始都搁这儿了 买啥拿去 买啥拿去 我没计算过钱 但是我也没缺过钱 有些男人的这个 抖着抖 我从来没讨过 有没有钱 有多少钱没讨过 没讨过 没说你把钱给我呀 你干啥 就我没搁就过钱 对你在经济方面 有啥想法吧 都是我不一定的好 是 但你问你在经济方面 我不值你的钱 我不值你的房子 真的 我不考虑 你叫我来房子 我也有房子 就是咱俩也不成 或有个了解 不要说 我就跟你说清楚 我的房子 是 我不想那个 就是真 那个初一年半年的不行了 我还回我家 就是这房子 不管你的名字 谁也名字好 将来以后都是孩子的事 不能指着这个 现在咱们就是 我就先看眼识 咱俩这工资够花就行 钱那方面就是过日子呗 够用就行呗 两个人 我也不能抠人家钱 管人钱啥的 有没房子的事 聊到了日后 两人真在一起时 经济方面的事 张大姐都明明白白的 把自己的想法 跟观点亮出来了 那面对张大姐这样的直率 这孙大哥是啥态度呢 心里挺长的 心里挺长的 心肝反正正确 出处看看 了解了解吧 以后 在一起了解了解 从我出事说话 老科啥的 嗯 就可以在深入的接触一下